俄罗斯总统普京从2000年以来就当选总统 那即使在监中曾经担任总理 然后再回国当总统 但17年来他是牢牢掌控大权 那演员新一代的俄罗斯沙皇 昨天10月7号是他65岁的生日 但俄罗斯多达80个城市的民众 却给了他一份不一样的大力 那一群反对派支持者就趁这一天上街示威 要求这个他们眼中铁腕统治长达17年的独裁者 退休下台去 尽管下着绵绵细雨 但这都不足以消息示威者反对的雄心 示威者走上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街头 举着各种示威牌子 多次高喊不同的口号 希望俄罗斯能够摆脱普京统治 挥动俄罗斯国旗手捧领悟 示威者多次和警方正面对峙 要求普京上台 虽然警方声称 这一次的示威规模比前两次来得小 不过警方还是在全国逮捕了大约270人 而当中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 就逮捕了整整60人 圣彼得堡是普京的家乡 但是周六迎来的示威者竟然多达3000人 示威者认为俄罗斯长期在普京的领导之下 慢慢从盐帮制演变成了独裁制 他们希望新政府能够上台 让政治更透明化 圣彼得堡的示威活动 相比其他城市来得更为激烈 多名示威者与警方对峙时 遭到警方用暴力施压 更被警方强行带走 由于反对派支持者瓦尼尔不符合参选总统的资格 但是如果普京参选连任 那么普京将很有可能成为继俄罗斯独裁者斯大林之后 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